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是2022年的9月1号了 又到了咱们每个月一期的Garden Tour的时间了 那现在呢,刚刚过去的7月份和8月份呢 我们每天都会收获很多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 品种呢,比冬天要多了很多 非常的丰富 那么马上呢,到9月份了 天气逐渐转凉了 也逐渐呢,该拉秧种秋菜了 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地里还剩的哪些蔬菜 我所在的地区呢,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之前呢,经常有朋友问我 你是在种几? 在夏天的话,我是在种2 就是种2 就是,这个种呢,指的是这个热区的种 就是说,英文叫heat zone 是2,2区 那么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呢 我会回答您,我是在种8 就是在heatness zone的种8 那这个种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均来看 全年一共高于30摄氏度的天数 不会超过7天 就是说呢,夏天比较凉爽 高温的时间不多 那我们在种2,就是已经非常凉爽了 那种1是哪呢? 种1呢,就是阿拉斯加 我们比阿拉斯加要强一些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都觉得 在温哥华很多蔬菜都是不能种的 像比如说那个芋头 红薯,白薯 是吧,还有秋葵 甚至冬瓜,西瓜都是种不了 或者是种得很小的 但其实呢,我们只要在 7,8月份之前的5,6月份 您掌握好这个时间 还是可以收获很多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就带大家呢 过一下我的菜园 好了,这次呢 我们换一个方向 从这边开始 首先看到的这几颗呢 就是西葫芦 这些西葫芦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截一截的 它可以长得非常长 我呢,就让它在地上长 这剪下去的这些都是叶片 还有接的瓜 现在呢,上面还挂着不少 所以它这个西葫芦的产量 确实挺高的 然后它后边呢 是这个芦笋 这是第二年的芦笋了 它就这样,我也没有管过它 这边看呢 这边有几颗西红柿 这些西红柿呢 都已经打过顶了 它们最高的话 它长到了两米多 西红柿的后边呢 是一些豆角 这些豆角呢 现在还在接 在上面 这还有大品整的西红柿 这个因为它太重了嘛 这一串非常的重 我怕给它这个压断了 所以下面给它垫了一些花盆 后边的这个也是 垫了花盆 这个也是 这个非常大 就这一个熊柿 这么大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中型的小番茄 它不是很小 中型的 看到这些呢 这一堆在这 都可以逐渐的采收了 这边还有大西红柿 这大西红柿 产量也是蛮高的 然后这一颗豆角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这个叫红花菜豆 现在呢 该是它们的主产了 随着天气逐渐变凉呢 它也开始不掉花了 开始结了 然后这一边同样都是西葫芦 这些西葫芦呢 也是 现在还有很多 在不停的接 看这一截一截 都是曾经剪掉过的 即便现在叶子不多了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会开花 接的 接西葫芦的 这边一小片呢 是韭菜 这韭菜呢 也开花了 然后呢 这边是土豆 这个土豆呢 我们今年是从 三月初开始 就是种土豆 种了大概有四五批 三月份种过 四月份种过 然后六月份种过 然后七月份也种过 这几个土豆呢 是在七月底的时候种的吧 因为当时收了一些土豆 所以就随意的 埋下了一些发了芽的土豆 我们想看一看这个夏天种 然后秋天收的土豆 是什么样子的 收肯定是可以收的 只是大小的问题 因为土豆呢 其实是非常好种植的 这边看呢 是一些芹菜 这些芹菜呢 是今年从小苗的时候 就埋在这边的 然后到现在呢 也没有开花 这个叶子还可以 长得挺水灵的 这边一大片呢 都是香菜 是今年七月份种的香菜 这得结多少的香菜种子呀 夏天种香菜呢 就是容易开花 然后这个花盆里边的是 每个花盆种了一颗的西瓜 这西瓜呢 也结了西瓜了 每一个就结了一个西瓜 像这个 然后这边 这边也有 这西瓜 那那边也是 这都是小型的西瓜 然后这边 还有一些 这个空心菜 我是觉得 这个空心菜种地理的效果呢 没有用水培的效果好 我那个水培里的空心菜呢 都已经长出第二茬出来了 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是如何用桶水培种这个空心菜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经常给地理这些浇水了 然后这些冬瓜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冬瓜呢 我们 今年基本上对它们很少管理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方便进来 所以这些冬瓜呢 管理的非常少 只是正常的浇水施肥 但是它却结了很多 有这种大冬瓜 大概这些被叶子挡住的冬瓜呢 大概有十个左右 这些都是冬天的储备粮食 可以放在车库里面慢慢吃的 夏天呢 现在就不着急吃了 因为地理的其他那些 像辣椒茄子都吃不完的 然后走过来 这一中间呢 是这个茄子和辣椒 茄子辣椒呢 就是今年产量非常高 然后茄子辣椒的种植的话呢 就是早一点育苗 然后选择一个阳光还不错的地点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都会丰收的 然后这一边爬堂架子这一边呢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番茄 现在还挂了很多 我们每天呢 都会出来摘一些 然后剩下的让它再自然的变红 都已经打过顶了 所以最高的话长到了有两米左右 今年的这个番茄呢 长得没有去年的那么高 去年的话 肯定是大概会有三米左右 这么高 因为去年天气比今年要热 这个下边呢 还有冬瓜 下边呢 还有南瓜 这是从那里边 爬过来的一根南瓜 然后看到这个花盆里的 这个大花盆里面呢 这个就是姜豆 这个姜豆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用花盆种了几颗 现在接的还不错 看这个 这两个大花盆里面呢 是白薯 之前还有一盆白薯呢 我们已经收了 味道非常的好 自己种的这个薯呢 它非常的香甜 淀粉感十足 这两盆呢 也快收了 里面是肯定是有白薯的了 这个是秋葵 这个秋葵呢 基本上也没有怎么管理过 它下面 长出了很多的分支 也接了很多种子 然后这边是芋头 这个芋头呢 长得比去年小一点 但是它也是可以接芋头的 然后看到这个花盆里面呢 这个是山药 这个山药呢 它长得非常的高了 到这个架子顶端 已经是要开花了 叶子还挺漂亮的 一串一串的叶子 然后这下边 这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苦瓜 正在长大的苦瓜 然后那边还有 这个是叫丝瓜 然后下边这一大片地呢 都是南瓜 这个南瓜呢 比如说那两个都已经成熟了 颜色都变深了 这些南瓜呢 也是冬天的储备粮食 现在都不用着急吃的 然后我们转到这个架子的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这个葫芦 今年的葫芦呢 跟去年的相比呢 就是不太一样 去年的话呢 开始的时候接了这个一个肚的 然后后边的呢 全部都是两个肚子的 长得也挺漂亮的 挺周正的 今年的这个葫芦呢 主要是以一个肚子为主 然后两个肚子的 但这个也是一个肚子的 一个肚子的 这个是两个肚子的 但是长得不那么好看 这边是也是大品种的番茄 这里面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长长的 已经有一米多长 还很粗的这个 就是坎瓜 这个坎瓜呢 我们今年就种了一颗 所以就接了一个 到现在也没有砍 我们准备呢 把它收了之后呢 放到冬天 就当南瓜吃 这个坎瓜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估计这一颗 就会有将近20斤的样子 然后这边 看到这个大虫子了吗 这个大虫子 看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黄色的 这个呢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认识 这个叫火生果 长得也非常可爱 然后这边的黄瓜呢 今年的黄瓜产量非常高 不停的就在接 你看它现在上面还接了很多 挂着很多 这边也是这个黄瓜 这边也是 黄瓜的下面呢 都是一些矮生的豆角 这些矮生豆角呢 现在依然在接 可以看一下这里边 是不是 这边也有 产量还是真的挺高的 然后中间这一大片呢 就是各种品种的辣椒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然后这些番茄呢 都是矮生的小的tiny tin 那这个番茄的tiny tin呢 它的味道一般 但是呢 因为它是矮生的嘛 所以说基本上不用管理 也不用修剪 我这个种的相对有点密 可以呢 稍微给它分散一些 去年我们用花盆种的 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同样都是矮生豆角 然后这边都是黄瓜 都是黄瓜 然后这边 后面还有一些玉米 这些玉米呢 也收了一些了 还剩一些在这上面挂着的 然后这个呢 是茄子 这个白茄子产量也是挺高的 接的都是一串一串的 然后这个是绿色的茄子 这边同样是矮生豆角 还有爬藤的豆角 看这豆角 这边呢 是跟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这个佛手瓜 这个佛手瓜的品种呢 刺不是很多 但是它长的个头非常大 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 比我的手还要大 然后它现在的刺呢 已经比较扎手了 产量非常的高 现在可以大家看到 挂着的呢 就很多 基本上是 每一截都会有一个瓜 现在这个时间呢 8月底9月初的时候 这个佛手瓜长得飞快 每天它这个会爬很长 所以说每一截都会接一个 产量真的是挺高的 也没有白粉病 也没有病虫害 不需要管理 正常施肥浇水就可以了 前面呢 都是一些茄子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下面呢 还同时挂着一些 还有这些辣椒也是 上次呢 做了最后一次修剪之后呢 它们又长起来一波 现在我估计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 等这次的热烂过去之后呢 就很难说 它能不能再收粉成功 再接这么多了 这边呢 依然接着的呢 是很多爬藤的豆角 你看马上豆角呢 这波花呢 又马上又接成豆角了 它不停地分出这个侧枝来 然后侧枝呢 又开花接豆角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garden tour 当然我还有一些 种在花盆里的一些蔬菜呀 还有一些植物呢 来不及今天再跟大家一做介绍了 在以后的视频中呢 我会再详细的跟大家 再说一下 我花盆里种了哪些菜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